瑞典文学院5号宣布将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64岁的挪威作家福瑟 表彰他所创作富有创新性的戏剧和散文 当地时间5号下午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尔姆在斯德格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 福瑟用尼诺斯科语又称新挪威语 创作了丰富的戏剧 小说 诗集 散文 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 将挪威当地特色用现代主义技巧展现出来 作品触及人类最深的感受 兼具温情与幽默感 福瑟在得知获奖后表示 有些出乎意料 自己将继续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计计创作品相同意 三位计创作品 进一社会的果汉 尤其十二十年 我觉得 我一心意厉害 和的迫力 离不了 在你所获得 essa 我计创作品 我应该会获得这一年 这会很想着我 福色1959年出生于挪威西海岸的海域格松 他在1983年出版的处女作《劳特》 在情感上既叛逆又原始 这为其中的作品定下基调 他曾获得斯堪迪纳维亚国家戏剧奖等多个奖项 福色是当今世界作品中演出次数最多的剧作家之一 同时他的散文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另外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抬高至1100万克朗 约合人民币730万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